而担心台风带来强降雨 花莲市长维家宴30号上午再次的前往南兵抽水站视察机组运作情形 维家宴表示每个礼拜三 各抽水站都会进行运转测试以及维护管养 要确保瞬间大雨发生的时候能够顺利运作排红 而市长也特别提醒民众随时要做好防灾准备 以应应极端气候的不确定性 虽然输拉台风路径往南 对花莲地区似乎影响不大 但市长维家宴30号一大早还是前往各个抽水站来视察机组的运作情形 要确保机组可以发挥排红功能 今天是礼拜三也是我们一起新的抽水站的一个检修跟维护保养的一个工作 那也是看看我们抽水站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个抽水机组有没有问题 那也是可能我们输拉台风 可能比较今天发布看起来是比较偏难 但是我们还是要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准备做起 因为今天也是潮汐涨潮之日 那也怕我们比较低洼的地方 低洼的地方可能会淹水的部分 那在此今天再来这边看一下我们抽水站整体的一个状况 市长渭嘉宴提醒民众 平常只要做好防灾准备 以因应极端气候有可能带来的灾害 介统会幻市报导 大家不orumrie别 Universal 衝刷 店之上 店之上 顶 市长温店